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男主 不是自己心意的角色和剧本 压根就不会去 刚毕业的那会儿 一年推掉了八个剧本了 一方面可以推断情好家条件不错的 至少是不愁的基本的吃穿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说明这男人是真的想要演好角色 而不是为了出名而出名 为赚钱而赚钱 在这个出名要趁早 赚钱要趁早的年代 这份心思和决绝也是显见的 那是与一年进结婚之后 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 生活的阅历 妻子的劝说 以及对于女儿的责任感 让她懂得与这个世界和解了 她开始进一些商业片 开始去尝试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 例如说去尝试喜剧 去上综艺 肉眼可见的可以看到 情好出现在现在的镜头面前 笑容变多了 眼神也温和了 脸部的线条更加的柔和了 其次情好变化了 居然把我就是张子怡 这个姐姐给忘了 那么这句话表明 他们的关系很铁吗 当然了 毕竟他们是大学同学 张子怡1979年2月份出生 情好是1979年的5月出生 所以张子怡是姐姐 一间的大学里边都是这么排行的 确切的消息 他们大学的时候是没有绯闻的 那个时候呢 情好追求的是曾离 只是依人放心命许了 可张子怡大红那些年呢 提携过情好吗 好像没有听说过啊 但是对于说一能静 她真的是帮忙过的 这一点还是一能静专门发文 感谢张子怡 也就是醒醒妈妈 一能静就在美国生产的时候啊 张子怡是主动的找到了一能静 给了她很多的帮助 包括说言语的关心 行动上的支持 也就是煲汤 这对于一个产妇来说 都是非常需要的 的确啊 如果说一能静不说 那么谁都不会知道 从这里真的能够看出来 张子怡的细致和善良了 但是这份帮助 我觉得与情好无关 虽然他俩是同学 我倒认为啊 张子怡一直都是知道 并且喜欢一能静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能静成名大伙的时候 张子怡约么9岁左右的啊 因为和张子怡同龄的情好 人生第一次买专辑呢 就是9岁的时候 买的就是一能静的专辑 由情好微博的图片为证的 这也说明当时一能静 至少火到了通杀小学生 9岁的张子怡已经在少年宫学舞蹈了 学舞蹈的小女孩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大街小巷 磁带店里边画报上面 青春靓丽的台湾女歌手 没准一能静就是她当年的偶像呢 很有可能还跳过她的舞呢 9岁的情好买的第一张专辑 那就是一能静的19岁的最后一天 情好的微博提供的 那么作为同学的张子怡说 居然把我这个姐姐给忘了 当底要表达什么呢 第三 我问她当初为什么不推荐我去演隐秘的角落 哪怕说客串一下也行啊 表明了张子怡对于好戏的热爱 张子怡这一句居然把我这个姐姐给忘了 我问她当初为什么不推荐我去演隐秘的角落 哪怕客串也行啊 这里的忘了不是说表达情好 真正的对她同学情依的隐望 而是想说有这么好的戏都不告诉我 从这里倒是能够看出来啊 张子怡这个华语电影史上首位极其大众电影百花奖 中国电影华聊奖 中国电影京鸡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台湾电影金马奖 等华语五大最高表演类奖项的演员 对于演艺事业的追求 对于好戏的异于演表的喜爱与痴迷了 开日眼神全世系 也怨不得张子怡能够凭借公二获得了九项大奖 成为了两岸三地亚太地区 亚洲地区的一个大满贯的影后了 在家带孩子的影后 秦浩怎么回答的呢 在回答啊 既然问题的时候 张子怡说完前面的话之后呢 继续说 秦浩说我要带娃没时间 她王峰到时候抱怨她 的确张子怡在2020年的1月3号刚生了二胎 现在孩子还伴随不到呢 这个时候的确是没有时间呢 虽然秦浩最终的回答也很险情商 但是也抱怨出了女性为家庭付出的一面 在怀孕哺乳期 母亲往往地将事业暂时地放一放 将重心放到孩子的身上 以后对于丈夫的要求 爱我疼我赚钱 所有女人对丈夫的要求都是如此 父亲节 张子怡晒出了照片 老父亲汪峰抱着小儿子 两个女儿 大女儿呢 是汪峰与上一任的孩子 带一旁玩亲情 满屏的岁月静好呀 秦浩大概不好说的就是 你还需要我的资源吗 高情商的回答当中 还有一成意思 就是你还需要我的资源吗 当年中期毕业的时候呢 秦浩是第一名的 毕业的八个段子当中 有六个都是秦浩的 可是这个铁憨憨 一门心思地等着大导演来找他 拍他想拍的角色 不肯去推销 或者说先凑合着演着 而张子怡 1998年出演电影 我的父亲母亲 女主角 融合到第50届 柏林国际电影奖的 英雄奖 第23届 大众电影百花奖 最佳女主角 那一年 张子怡的中戏 还没有毕业呢 此后更是主演了 李安的 卧虎藏龙玉蛟龙 一举走上了国际 成为了国际章 还有同班同学刘业 和张子怡一样 没有毕业就在1999年 主演电影 那人那山那狗 演的是 或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最受观众欢迎故事篇奖 刚毕业的2001年 23岁的刘业 凭借着电影蓝宇 获得了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奖 可是这两个 当初最出名最早 然后爆红最早的同学 恰恰是96中戏班的吊车尾 是两个随时都有可能 被退学的人 有途为证 除了对比比较强烈的这两位的话 同学秦海璐 颜泉 胡静 梅庭等 都早早的出名了 作为第一名毕业的秦浩 心里真的不别扭吗 肯定难受啊 秦浩参加了 我就是演员的第二季 为什么不参加之前的节目呢 很简单 那时候的导师呢 就是张子怡 刘烨 人生啊 有时候就是这么的戏剧 反转的比戏剧还要戏剧 实力加妻子带来的话题度 让秦浩终于大火了 小火靠捧 大火靠命 强捧 那么就遭天前了 在秦浩这里啊 大火靠的是实力 还有功不可没的妻子 依能静的话题度 不能不说很多人包括我 都是因为依能静而知道秦浩的 但是知道了秦浩 被他吸引的还是他的演技 不必说秦浩曾经多少的 嘎那提名了 就单单今年的张东升 就已经足够大家又惊又喜的 热聊好一阵子了 当然了 好剧本 好班底 也是助力的 不厚道的对比一下 因为中立体而被人们所知的张伦硕就没有过硬的作品 所以好命也是要有底子才能够撑住的 一段话读出了无数的酸甜苦辣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 唯有增强自己的实力 把握命运给自己的机会 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有更多的话语权 当年的96中戏表演班一共是16人 最终成名的也不过是67人吧 能够让彼此不忘的 不单单是同学的情谊 还有实力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